京都是一个有非凡魅力的地方 为了摆脱佛教寺院势力的影响 环武天王就将首都从内梁迁移到现在的京都 令京都有超过一千年成为了天王的居所 透过不断修订条例去规范发展 保存了京都的古贸 加上疫情之前 一年已经可以吸引到超过800万旅客 市内又有接近40间的大学 还有大约5万的长期居住外国人口 令到这个千年帝都充满活力 今次我们订阅了一间 2023年迈之年一星的餐厅 它在京都市东山区 坐地跌在东山站 一鹤出口走一分钟就到了 在130年历史的丁屋里 一班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精英 为客人奉上了巴斯克料理 古葡萄的外表 里面包藏着前卫、年轻和创意 这里可以说是京都的宿映 这间餐厅叫做Lula 在2019年7月开的Lula 它是出名从仪的巴斯克料理 很快就是京都出了名 这里没有午餐供应 每日两个晚餐时段 只会提供一个tasting menu 这晚有12道菜等着我们 好,我们马上吃饭吧 一坐下就送上一杯日本白菜囊汤 这个煮的时候加了柚子胡椒和柚子皮 喝下去有一阵柚子清香之外 更大一点味酸 看看大家 这里每个时段只会招呼10位食客 到时候就开始了 而且会依照他们的节奏上菜 遲泥而错过的前菜 是不会补给你的 所以来这里吃饭千万不要迟到 接着就吃四道前菜 这个tasting menu 是用京都出名的汤叶 即是腹皮做的 中间是用豆腐 和芝麻酱做的一种白酱 叫做Sirai 在面那层是用番茜 炎醇绿色的银咸片 腹皮擦底真的做得很脆 豆腐白酱里面加了柴子肉 是非常传统的香肚配搭 这里以甜味为主的菜 非常有豆味 接着吃下这个 有就是欧亚南味 三帝洲食材的finger food 底层的木薯粒里面有木薯粉 来自法国熟成的米莫莱特芝士 唇菜粉 和煙烹过的鱼骨所做的忌廉 上面那层就是新鲜海胆 杯壳内的麦夹肉 最佳乌鱼籽在上面 要趁热吃 这一餐每人年税就多借三万三千日元 另外是要加10%服务费 不过里面是包了7杯配酒 头四到前菜是会配一杯香檳 今晚他们选择的香檳 是带有熟苹果的甜香 如果你不喝酒也不吃虧 因为Luna有其他东西给你喝 一会儿再说 因为现在又有东西吃了 这是吃黑豆大鸡所生的黑丹波鸡蛋 里面的蛋黄是用烤鸡液的发酵酱汁去调味之后 再用摄氏63度的水去温热 暖暖的蛋漿里面 还有葱 经过慢煮的乳酪 翠泥蜜 火腿片 咖啡粉 和鲜羊鸡 上面再加了一层鲜羊鸡的泡沫 而最面一块就像猪肉籽的鸡皮 如果你不喝酒会怎样 Luna会为大家调配七杯母酒精饮品 去配合餐饭 令不喝酒的食客 都可以享受到drink pairing 那就不需要喝些未必配到餐饭的水 汽水或果汁 这点是相当抵赞的 看到第四道前菜 有香双蟹吃 香双蟹的暴流解禁期 是在11月初至12月尾 所以这个新创的前菜 只会在11月和12月才供应 底层的布里勾面包 是用加了蟹汤的蛋漿去浸过夜 然后就造成法式多士 再用烧到尾的木炭鱼筋 去分享一阵煙烘味 上面的鲜肉是 拌了鲜子、青瓜、西芹、葱梢 醃漬了的柚子皮 再用檸檬牛油和醋调味 再上面加了海草 糖曲抹纸 要留意 蟹壳下面是铺了一层沙 所以拿起它的时候 不要弄掉它 否则就没得吃了 四道前菜 已经用了柴火、分裂、發酵和香草 巴斯克料理的初步轮廓 已经出来了 在吃主菜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里的厨师 主主主 Jacob Kier 在美国出生 日本长大的美人幻月儿 他曾经在五指东传 全球再好的餐厅 Noma工作 之后是尿之灵的Kuni 做主主 有美国和意大利血统 Ismael Whitehead 是在东京的老牌 意大利餐厅 Pepe Rosso 做过东西 因为他在土耳其 读过日本文学 所以日文也是相当流利 至于 类似加拿提 Kébék的 Pierre Vihard 在澳洲 Vildemont 做过副葬厨 另外还有两个 挺好玩的日本厨师 不过稍后再介绍 好了食第一道主菜 我们由面讲到底 白色的忌廉是用南瓜核去做的 隔壁的是地膚籽 厨师将这些泥科的植物果实 浸入去稀释到每公升 只有30克盐的海水里面 上了味再加一些海带油之后 就会变成素食的鱼子酱 黑色这层是加了物肴汁的高汤 汤是用鸡瓜、猪瓜、火袋瓜 火袋和鲜杯去煮 至于底层就是主角 来自京都福建的万次郎南瓜 将外形和大小都好像 籃球的万次郎南瓜 造成极优惑的意识奶洞 吃一口 南瓜的天然甜味 温和着高汤的うまみ 即是鲜味 再加上略带弹力素食鱼子酱的味咸 令到整道菜的口感上是很分明的 歌汤的鲜味和南瓜的香甜 做到50-50 味道可平衡 喝酒方面就是这杯鸡尾酒 它是将切薄了和曬干了的南瓜片 和一些香料放入波本威士忌 浸泡了三个星期 再加一点南瓜糖漿和梅里花茶 它淡化了波本的辛辣和强汗 这个时候放慢了一些节奏 可以看下五个厨师 如何准备巴斯克烧烤菜式 这个开放式的厨房 磨加士炉 梳菜就放在石药里面 用酱膜去烤 肉类就用这个大烤锅 用樱花膜去烤 这道菜正正就是有菜又有肉 用了两个爐 这是来自长期五岛烈岛的蓝点马胶 浸入雪梨酒醋一个小时 烤好后再用稻草烟 然后塗上猪油和手指橙肉去调味 接着将鱼放上由软早期耳果 醋韧和芫茜造成的漿上面 再润猪油和盐调味的软角菠菜波细棉 最后藍点用了青喉 乳青 买割水 冲割 番茜又做的酱汁 虽然只有一颗色 但绿色 配上膜碟 中门帝自然起色 一放入口 先感受到酱汁的微酸 咀嚼之后 带一点焦香的菜味就滲出来了 藍点马胶 烤到里面有少少生 暖滑之中 带一点烟昏味 因为这种鱼 油脂比较方苦 所以用加了柠檬汁和白酒的微酸浸汁 中和一些油脂 调校酸味真的好考功夫 酸味不够的话 就不可以帮食材滑笼点蒸 但是过多的话就会抢锋了 搞到整道菜的味道失去平衡 这个酱汁的酸味就调校得非常准确 可以很称致地将鱼的甜味和菜味带出来 接着就吃椰猪 首先准备三色默西高方味的莫利状 蹄西兰花 紫萝卜 和发酵红萝卜 三种味 准备开就切肉了 今晚的椰猪肉 是类子之河园 熟性了2个星期 烧的时候 塗上猪油 南电果醬 克加伦子汁 和面包酵母等等 烧好之后 再灑上新鲜葱 叶葱、干葱和红葱 四种葱 不过 最花功夫的是这条 金氏红萝卜 首先是用摄氏75度的水煮 再烤一会儿 接着放在炉顶上烤烤2天 让它们每条由80克重 脱水到20克 除了有阵烟氛味之外 亦都会令甜味更加突出 至于口感 就好像吃菜脯 试下猪肉 虽然椰猪肉更加紧致 但是吃下去可圆熟 就这样看 都在里面很多肉汁 因为用了果汁才烧 表面是少少甜 吃下去没有椰猪的酥味 开放式的厨房是大摩台 每位厨师都在客人面前 可专注地表现自己的技术 不过他们认真之余 都会找机会放松下 这两个日本厨师都可喜欢玩 玩完又要准备下一道菜了 看到Pierre在碟上掃上一层菠菜忌廉 就知道是时候吃他们出名的野菜盘了 这个随色要用13种士林的蔬菜 烤好后用盐调味 接着加入其他香草和食用花 再灑上用醋栗 发酵蜜糖 和用蜜糖酒调校的汁 然后砌出一个圣诞花环 去应下节 最后再放上这个都很花功夫的主角 上菜啦 马上开猪中间的东西是什么呢 虽然看上去好像东坡肉的Friend 其实它用6种荆多芬薯 和啤梨切成薄片 再用绿子蓉 将它们一块一块的芝麻 一起拿去烤 接着塑上用沖繩黑糖 苹果、芹菜和柚子做的汁 最后再淋上用了26种蔬菜做基底的蔬菜版多物酱 先喝一口蜜糖酒 它是这道菜的配酒 蜜糖香气非常浪烈 但味道不太甜 到最后还有少少苦味 这件用栗子蓉黏的番薯啤梨薄片 已经烤透了 口感有少少像灰番薯 但没有想像中那么重番薯味 不过烤透的啤梨和苹果 以及柚子的酱汁 就带来了少少果香 至于这些 加了香草和食用花的烤蔬菜 味道可丰富 除了炭酵香气之外 还有味酸 胡椒味 花香和少少苦味 和这杯蜜糖酒可夹 最后一道煮菜就是日本风味的茶漬饭 这道菜是将一个无清 即是圆咕噜 好像萝卜 那样的大头菜 用到尽 最面的无清肉 是放入加了冬菇的油 里面做油风 用面包酵母 和汗味真煮的冬菇糕汤 也都加入了这些绿色 用磨青管做出来的油 至于饭团里面 都加了炎继组的柚子皮 和磨青管 这个饭团的用料大有来头 它是在以白饭出名的 京都八代木仪兵位 买了一种出名的混米 去做这个饭团 这种混米叫做雍霞米 是由五个不同产地的美米混出来 看上去真的饱满 而它的特点就是黏度适中 香甜和口感好 但这个饭团调味 又浸入汤 令到我们试不到雍霞米原本的味道 来到甜品时间了 Lula有一个挺特别的安排 就是所有食客 会坐同一张桌子吃甜品 首先是苹果冰菇 箭底是一层煮过的温泊 冰菇上面 再舀了一些用柠檬百里香 和苹果做的糖漿 接着就是这里 其中一个招牌的甜品 巴斯克芝士蛋糕味的冰菇 上面有一块 檸檬鱼片 再上层 是来自德国N25的优质鱼子酱 虽然吃下去有酸甜咸三种味 但始终都是巴斯克蛋糕的味道最浓烈 至于檸檬鱼片和鱼子酱 只剩在旁边震气 味道绝对是主次分明 雪糕圆滑 鱼片酸材 鱼子酱饱满又胆盛 美得整个甜品 口感丰富 到现在都很记得 还要记得喝它配搭的杏仁奶 不过 我硬是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像贝利斯 因为几乎整餐饭都是靠木炭 所以Luna就想用已经烧到尽的木炭 为这一餐饭画上个句号 负责介绍的厨师 一直叫我们快点 不要拍照 不要拍片 要趁热 谁知道一拿上手 完全是另一回事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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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色的豆腐 原来里面是雪糕 雪糕的牛奶是用木炭过滤的 所以变成灰色 里面加了波本威士忌 和香蕉奶 在一餐饭的12道菜里 Luna已经好好展示出柴火烤制 发酵、烟糞和香草应用等等 这些主要的巴斯克料理元素 主厨J-COP 亦都将他在NORMA学到的东西 团队精神成功注入了Luna 这里是很欢迎食客 和他们的团队多些沟通和互动 有什么就放胆随便问 和他们讲英文完全没问题 还有Luna是任拍任影 还可以像荷里活女星Margot Robbie 去厨房拍照 你开声就可以了 我们都拍就行了 我们离开之前 请求每一位都留下个名字 让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名字 记住上影片 当作向他们的用心款代致借 你什么? 你什么? 我都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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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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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Luna吃饭 真是很开心的 感谢他们每一位成员 这间餐厅 令我们体会到 在外面品牌的景点 不一定是等價交換 起碼我們覺得在LULA得到的東西 是多過他們所賺到的 最後看看大家 離開之前 除了會有小禮物之外 吃飯用的筷子都可以拿走 多晚我們收到的小禮物 就是這一份餅乾 和檸檬營魚 LULA的檸檬營魚非常細滑 檸檬味鮮明清香 話這麼快就吃小了 吃小禮物